炒宝中代 好球 大家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22年冠军联赛的半决赛 比赛正在进行 现在是第一局 半决赛呢 总共有八个人 分成两个小组 打小组熊辉赛 小组熊辉赛结束以后 会产生两位积分排名第一的选手 直接进入决赛 在半决赛的八个人中呢 有五位中国选手 希望各位中国选手加油 新赛季能给大家带来新的惊喜 现在的这一场呢 是赵新桐对阵刘浩天 一场中国得比 这一局你可以看出赵新桐的围求 比以前相比确实是进步很多 这一竿可以的相当漂亮 现在这个局面基本上被简化了 好球 刚才内盖中带呢 有一点火箭的感觉 现在要尽快处理掉粉球上方的四个红球 赵新桐本场的出干速度非常快 现在打球感觉自信很多 漂亮 看来修赛期 连球不少 在火箭的指导下 进步明显 这个赛季刚开始的冠冠联赛 中国选手的整体表现都是相当出色 选择了中带口的红球 90 91 赵新桐目前已经两个排名赛冠军了 所以今天晚上极有可能的挺进决赛 冲击个人的第三个排名赛冠军 现在可以打掉中带红球来浇黑球 97 这个角度可以来K一下 看效果 漂亮 简直是完美 104 趙新桐手感越打越热 111 吕浩天这场比赛呢 没有给赵新桐带来太大的压力 所以赵新桐越打越分 116 这种局面对赵新桐来说已经没有任何能够 虫瀉就是在享受比赛 125 与冠军联赛是短局制 所以决赛今天晚上也会开打 一家非常霸气的破坏 谢谢大家 ciao ciao